Hello 靚家買靚樓 跟著Daniel走 今天又來到太豐木馬湖 一進來 你就會見到一個獎座 連續三年大雅灣銷售No.1的樓盤 它有什麼個人之處呢? 相信很多觀眾都很熟悉 不過我想詳細再介紹一次 就是地段 位於大雅灣核心區 也是地段非常好 第二 有商業配套 萬達廣場 一田駕日廣場 就是翡翠山的商場 還有它有一個很好的自然環境 屋苑是有樓包著樓和別墅 相對高檔的屋苑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價錢 非常優惠 如果在周邊的銅類型新樓 它的素質比人好 它的地段比人好 它的商業配套比較齊全 但是它的價錢 就和其他樓盤是基本上持平的 即是正正正在做一個降圍 打擊人家 所以便宜 正性價比高 就令到它連續幾年都是Top 1 好了 跟大家詳細介紹下一個沙盤 我們先看看這個區位沙盤 中間的地方就是太豐木馬湖的位置 距離整個大雅灣最大的商場 萬達廣場 如果在四旗那邊過去 直線距離就是三百兩米 步行的話只需要四分鐘左右就可以到 沿著龍海二路轉個彎 旁邊就是那個益田Holiday Park 即是比取山的商場 那裏也是其中一個大商場 那裏主要是一個五星級酒店 還有一個酒吧街為主 那裏還有一個人工噴泉 就有些表演看看 那所以兩個大商場是圍著我們這個太豐木馬湖 非常之方便 另外就是那個博雅盤盟學校和大雅灣一中 就是在我們的四旗旁邊 確實四旗地理位置是挺不錯的 所以它都賣到沒什麼貨 只有三十多套 然後它其實回到我們的中心商務區都很近的 因為大雅灣那邊也會有一些 有一個叫高雲科技 光雲科技就是我們大雅灣的第一個上市公司 亦都在我們的太豐木馬湖旁邊 好 接著講一下交通配套 亦都會有這個惠陽站 其實我們太豐木馬湖去惠陽站 Codic滴過去大概十五到十八分鐘就可以到 那如果我時間比較多些 我想搭地鐵過來都可以的 可以搭到沙田站那裡 然後再可以叫滴滴過來 叫滴滴大概十五分鐘到 可以回到我們的太豐木馬湖 通常都可以再搭巴士 如果你時間比較充足的話 再搭在沙田站再搭巴士過來 就是最節省的方法 好 接著大灣中心這邊 其實還有政府的配套 都是在太豐木馬湖附近 所以這邊是具備了地理位置的優勢 交通的優勢都在這裡 還有生活在這裡非常便捷 另外本地居民買在這裡 住就給小朋友讀書 教育資源是非常齊全的 不過現在深大城濟 深圳到大灣的城濟 其實深圳段已經起近了 接著就是欺洲段還未動工 深圳段二七年開通 如果到時欺洲段開通了 響水河站就會在太豐木馬湖附近 我們詳細看看這個屋苑的佈局 主要是以這一邊一旗這邊 就以小高層和別墅為主 接著二旗就是這個位置 二旗就全部已經入了火 入住率已經到七成 因為買得到這個二旗的 全部都是給小朋友讀書的 這邊有一間 全大灣最好的私立學校 另外公立學校在這個位置 沙盤就沒有寫出來 接著還有少量貨的 就是這個83、84和85棟的一些高層單位 又或者是一些低層單位 高層大概三十多四十樓以上 因為總層大概四十多樓 另外一些十樓以下的散貨都有 這邊看出去就很開揚 遠處還有山景看的 這就是四旗的一些 剩下的貨尾 大概分佈在這個83、84、85那裡 基本上都是剩下三房單位 三房兩次單位 一百零六方 四旗的話 它有個特點就是 在家樓下去花園很近 它是造了一個雙層圓林 底下那一層就是個湖 在上面那一層就是人行的通道 可以回到自己的棟樓那裡 亦都是每一旗都會配給地下停車場 車位全部都高達1比1或以上 現在這邊這些都已經做好了 這個模型出來了 這邊就是他們的七旗和八旗 將會推售 不過應該是明年才會推售的 這邊這些雖然在太空木馬湖裡面 但是全部都看護了 只有少部分可以看護 所以這邊景觀優勢就沒有以前六旗那麼漂亮了 我們再說一下這個六旗 現在最主要賣的就是一百二十 一二一一一二二 即是後面這三棟 貨量比較多些 一百零九方的就是前面這兩條梯腿 一百零九方就是前面這兩條梯腿 是四房戶型來的 可以一線望湖的 這個湖就在這裡 到現在正在動工的了 將它變得漂亮仔 本身是一個天然梅已經有了 另外還有一個標準泳池 是比賽級泳池那種 大小是很大的 另外我們售樓部 現在就是我站在這個地方 就是以後做會所的 整個小區外面都有很多商鋪 圍著整個木馬湖 商鋪的開業率都非常之高 因為這裡核心地段 住的人都比較多這樣 現在我們正式進去小區的花園 實地考察一下 因為這個六期明年三月交樓 四期就是今年的十一月交樓 所以買四期就真的是現樓 全部都裝修好了 現在等著大掃除和通風 換個角度拍攝 現在黃花枫苓木都開花了 這裡就是第二層圓林 第二層圓林是不走車的 全部人走的 出來就是湖邊 是一個活水湖 有時我們會看到業主在那裡釣魚 全部種的樹木 參天大樹 這裡一路走過去就是我們四期 四期就在這裡 八十三棟 總之直接可以搭升降機 到我們這個湖邊 每一棟都可以搭升降機 到時我們買六期都是可以這樣 他們的設計可以直接到湖邊 這邊就是八十三棟的示範單位 現在四期就裝修好了 等大清潔和通風 就交樓了 十一月份交樓 好清淨好舒服 我們上示範單位去看一看 四期正式收尾 等花園收尾就可以了 四期這邊一出去 就是學校 那邊就 然後往右手邊 按一出去 右手邊走四分鐘 就是萬達廣場 我們現在走進入戶大堂裡 現在我們就在上層圓林了 上層圓林是可以行車的 為什麼呢 消防車和救護車一定要進來 所以這條就是車路來的 到時過來看看 下面那一層 全部就是行人 下面是走不到車的 剛剛我就在這個位置走過來 雙層圓林佈局 好我們進去大堂裡 門口會有可視對講機 和信箱 不過信箱現在大陸 機密上很少用 既可以拍卡 亦到時可以人面識別進去 進來入戶大堂 有這個吊燈 然後就是我們的電梯入戶大堂 比較寬落的 三梯六戶 好有幾個精選單位的價錢 全部放在右下角的總價 放出來 現在我們在看的這個市民單位 是44樓的膠樓標準 進來有個圓關 下櫃非常之 儲物空間比較多 紙密密碼鎖 和這個鋼門都是膠樓標準 這個櫃下面也有地方放拖鞋 全屋都是用大磚 紋路會比較少 就是磚與磚之間的紋路會比較少 看下去很整齊 這也是做了一個天花 它不是做凸出來的 這是直落的 直落的好處是不會積灰 客飯廳的雙年空間 絕對擺到大四人桌 或者六人桌 這邊也是空間寬落 因為始終是106方的大三房 放個70吋電池也沒問題 那好了 飯廳呢 因為飯廳闊 旁邊的電 是放餐邊櫃都OK的 全屋有了一個米式的牆 也有一個長露台設計 現在我們四十多樓 今天天氣有少少霧 所以看不到海邊 買高一點就可以遠望到澳頭那邊的海 這邊是望湖的 好了 這裏就是放冷氣的位置 所以不用師傅這麼危險 爬到下面窗台那裏 不過也放心 他們也有些高空作熱症 所以他們也沒問題 但這樣會方便一點 因為就在旁邊 好了 這邊就是去水位了 我們這間屋是有三個露台的 廚房是一個L型廚房 先預留一個雙門雪櫃位 這個油煙機 爐頭和這個 消毒碗櫃都加了標準 上面都是加了標準的櫃 還有一個涼風機 這些磚都做好了 我們在這裏 這個露台買半送半的 剛剛那個長露台 都是買半送半面積 這裏就開放洗衣機了 順帶可以裝電動浪衫架 到時候可以找師傅把燈拆掉 或者你到時候買電動浪衫架 它會帶上燈的 那些電動浪衫架 就換了它 就自動升降落 這樣 在這裏可以浪衫 因為這邊 也很通風的 這邊也 好 跟著我們 看看房間 廟宫的位置 在這裏 到時候自己弄個浴簾 鏡櫃 花灑那些它有的 只不過它還沒裝 但它就是沒有那個 什麼的 沒有那個燙門的 那個浴瓶是沒有的 到時候自己裝一裝 這樣 不算很貴的 很便宜的 那些鏡櫃都非常之大 那鏡櫃也可以裝很多東西 兩邊都可以開的鏡櫃 馬桶的位置 都是非常之寬落 預留了電動馬桶的位置 有個插梳在這裡 好 給大家一間客房 非常之寬落 放了麥白床 即是六尺床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真心寬 旁邊這裡 還預留了那麼多的位置 讓你放櫃 有些客人 就想這間房出露台都可以 可以打的 這間牆 直接改一改就可以了 好了 我要講一講這間小房 其實到時候 這裡封回門 打走這間牆 然後主人房這裡 把這個位置 給它 打完後面那間牆 就可以變大一點 但是來說我覺得這間房 可以了 這個位置 做衣母間已經夠了 那你就可以 到時 樓下的裝修公司 它都可以幫你 去整一整風窗 當然我們V家這邊 都可以幫你提供一個風窗服務 這樣 好 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主人房的 座椅位置 跟剛剛的客廁差不多 好 接著我們主人房的睡眠空間 好少戶型可以做到 主人房 除了這麼闊落之餘 還可以帶上一個露台 但是我見到很多 二期的客人 他們都喜歡封閉這個露台 因為這樣就可以打通出去 它的睡眠空間就大一點 哇 看出去這個景 真心開人 真心靈 期待它那邊 快點整好它 已經在打地機了 因為開始不夠貨賣了 好 這個就是 四期的 剩下的戶型 只剩下一個戶型賣的 有東南向和西南向的 到時大家可以上來實地看 看哪間 進去哪間 因為 准現樓 11月份就收樓了 哇 我們進來六期的圓林 由於還未完成 現在完成了大概六成左右 所以你看到還是施工狀態 哇 很闊落 這個圓林 走起來非常之舒服 而且六期在樓旁邊就是湖 以後每一棟都可以直接下去 有湖那一層 因為它是雙層圓林 哇 很不錯 很舒服 這個 很闊落 那個花園 我拍一下樓的 它被人走的地方都很大很闊落 不知道觀眾還有沒有印象 原本這裡是看樓通道 因為我後面就是六期了 你現在真的要開始進入這個最後階段了 所以它鋪電啊 渠的那些 要開始整了 這個是好事來的 但是 那因為呢 證明了最後準備要交樓了 明年交樓了 那我們 由於它現在呢 在鋪設電腦的東西 小區大堂都沒有燈的 真正沒有燈就是這樣 光線都OK的 好了 那麼快點弄好 快點交樓給我的客人 希望他可以提前交樓 現在我們直接上去它的示範單位 好了 我們再來看看 六期的最後一隻積立得回 1809房的四房 有東南朝向和西南朝向的示範單位 屬於這個西南朝向 那它就是1809房做了四房 入戶就是玄關 這邊呢 門口有間房 可以來做客房 也都可以來做書房 或者集房 這樣了 接著這裡呢 進來就有一個一字形的廚房 放到這個 細箱門雪櫃 或者是放個大單門雪櫃 那麼洗澡的空間都OK的 那到時候 如果你嫌廚房不夠大呢 你都可以 推出去 將窗拆了它 對 封在外面的露台 這樣了 那麼這個露台呢 竟然可以看到湖景 雖然是一個工作露台 就是來放洗衣機啊 那些那樣的 那到時候都可以做一個電腦浪衫架 那到時候都可以做一個電腦浪衫架 這個客廳空間很廣闊的 那而我們的客廳空間呢 也都可以放一張大沙發 坐四到五個人都可以的 夠了長的 這些標準沙發來的 那這邊呢 也都可以放個七十吋電視 甚至我覺得放一百吋的 投影儀啊 或者電視都沒問題的 那樓底也都非常之高這樣 那一百零九方了 那這個戶型大呢 這裡就有個地方可以放個櫃這樣 那這邊呢 就可以做個長露台了 這裡是長露台來的 連通一間房 低層的話呢 西南朝向這邊呢 可以看到湖的 但是呢 低層就沒有貨了 好了 那接著這裡就 連通一間房裡面 幾舒服 高層呢 就望遠處山景的 由於呢 對面就是學校 沒有遮擋的了 那這邊呢 就是他們的七期八期這樣 就是這樣的了 好 看回我 客飯廳很闊落的 進去就是我們 很傳統的戶型 先有廚房 這裡 在鏡櫃 夠大 馬桶位置 棋桿位 是的 那麼 上面就是那個 抽氣線連燈 一樣的 都是要自己整個屏 好了 我們看第一間房 它雖然呢 是聽出露台 但是呢 室內空間依然很大 在這邊有放大櫃的位置 它是個天花 不會的 是積灰的 因為它是寂寞的 這些 好了 這間房 就是那個 買半送半的 陽光房了 到時自己封回窗 封窗呢 價錢都不貴的 找我們VC去封窗也可以 又或者那裡 到時候留下很多裝修店 好 這裡呢 我們進來就是我們主人房的一個 toilet位置 有個大鏡櫃 升盤 淋浴的空間 是否空間OK 寬的 好 窗 抽氣線加排盞燈 這邊呢 這邊就是馬桶的位置 這個電鍵呢 是用來做電動毛巾架的 有控缸功能的 這個可以做一個電動馬桶 我們看看 主人房的睡眠位置 它做一個地台 這邊就是放櫃和放那個梳裝桌 OK啊 1809房做四房 個積是算實用的 好 節目來到這裡 尾聲了 太風木馬湖憑住地理位置 非常之優圓 雙圈配套齊全 准現樓狀態了 交樓的這個質素 和這個小區的環境 亦都比較漂亮 所以價錢又比較合理 所以就受到很多觀眾歡迎了 看樓呢 認住我Vega Daniel 帶來裡面看樓專車接送的 跟你分析 這裡我會帶你看很多配套的東西 還有會慢慢仔細地看 分析一下優缺點 希望幫大家可以找到心儀的流程 今期的節目差不多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好